大家好,我是李沐阳,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今天是美东时间6月29号星期六,亚太时间是6月30号星期天 据说胡有平女士她的家属通过官媒发了一份声明 说不接受捐款倦务,但是我们发现其中有七个大的疑团 而且有爆料指出,胡有平女士当时的伤势并不重 离世是因为遭到了灭口 另外还有网友爆料,中共正在替俄罗斯招募雇佣兵 月薪是起步三万 但是呢,我劝大陆的各位朋友千万别去 去了可能就活着回不来了 我会给大家看一段录像 今天苏州日报微信公号发消息 表示胡女士的家属主动联系这家媒体的记者 通过苏州日报表示不接受捐款倦务 也希望不再被打扰 其中啊,这里边是这么写道 近段时间来,我们收到了方方面面的关心和慰问 心意收到,也特别感谢大家 遇到这样的情况 相信任何有正义有爱心的人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文中接着写道 经过家人的一致商议 我们决定不接受捐款倦务 也希望不再被打扰 只愿逝者安息 家人们能尽早回归平静的生活 如果有爱心人士想要为传递正能量捐款倦务 建议他们可以捐给各地的建议勇为基金会 报道中随后表示 记者了解到 事发后,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 以及市区相关部门负责同志 先后前往医院指挥调度医疗资源 组织权力抢救 看望家属并表达深切慰问 文章还提到了昨天为胡有平女士举行了告别仪式 声称苏州市区两级的相关官员前往殡仪馆进行了调宴等等 我们都清楚 党媒姓党 中共国的大小官媒都是受各级政府控制的 媒体报道的内容也都是各级主要官员的行动轨迹 哪个官员去了哪里调研、考察、慰问、做了什么指示等等 报道的都是这些内容 按正常情况来说 苏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去医院 指挥调度医疗资源组织权力抢救胡有平女士 这应该是苏州日报当天的主要新闻 如果报道的话 也许不一定会上头条 但一定会排上头版 但是我们通过这篇文章当中的记者了解到 让我们看到了问题 苏州日报没有相关的报道 只是了解到 就这一个词就意味着是事后得知的 那是苏州日报政治嗅觉不高吗 或者说这家媒体的新闻敏锐度不高吗 我是在大陆的时候 在当地的电视台工作了十几年 非常清楚党媒采访报道的情况 官媒的记者大体分为两种 一种是采访政治新闻的记者 还有一种就是采访社会新闻的记者 采访社会新闻的记者相对比较随机 会到社会上去追着新闻跑 哪发生事了就像苍蝇一样会追着转 而采访政治新闻的记者很简单 就是等着上面来通知 只要主要领导有什么行动 政府的宣传部门会第一时间发出通知 要求媒体派记者跟踪采访 胡有平女士被刺重伤 这是目前来说重大的涉外事件 当前整个社会都在关注 甚至已经成了国际热点了 如果苏州的主要领导曾经去医院 指挥调度医疗资源抢救胡有平女士 这是非常正面的宣传党官形象的机会 那作为苏州市委市政府的机关报 苏州日报是万万不会错过的 既可以赚到流量 又可以博得领导的欢心 这样的大好事 苏州日报为什么没做报道呢 除非有两种情况 要么是苏州的主要领导 根本就没去医院 要么苏州主要领导去了医院 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今天有大陆的网友转给我一个消息 据说内部爆料 中共当局为了平衡恐怖袭击日本眷属造成的外交危机 特意牺牲基于职责保护政策安全的胡有平女士 爆料中表示 当时在医院抢救的过程中 大批警察在医院附近巡逻 后来领导到了医院没过多久 通知不相干的医护人员全部清理抢救胡女士的楼层 之后上级下达必须牺牲胡女士 以减轻中共面对的舆论压力 如果这个爆料属实的话 那就意味着胡有平女士是被中共杀人灭口了 但是我没有办法确证 核实这个消息的真实性我也做不到 这只是网友转给我的一个爆料消息 当然了这种消息也根本没有办法核实 你核实也不会有人承认 除非是有了解内情的良知人士出于内心的不安 可能会匿名的披露真相 但是网友对这个消息大多认为是真的 有网友表示连中共的总理都能猝死 胡女士被杀有什么不可能 有的表示她活着对中共就是一种伤害 所以会痛下杀手 有的表示以中共的兽性一切皆有可能 也有网友表示显然胡女士的死亡 更有利于维护政府颜面 一个中国人拼了命保护了日本人 还有一位网友是从医学角度进行分析 认为相信是真的 这位网友写道 创伤主要是造成大出血和随之而来的出血性休克 只有伤到心脏和大动脉来不及抢救才会死人 这位朋友接着写道 已经入院数字基本上不会死人的 外伤的病人基础状况都很好 恢复起来一般都挺快的 话说回来 这种领导指示没有不透风的墙 医护人员太多迟早会被披露出来 另外一位网友也是持相似的观点 表示被刺伤的胡女士在医学角度上属于突发性物理外伤 这种伤害除了心脏伤可以致人立即死亡以外 其他脏器与肌肉上只要及时出血及时处理伤口 一般不会致人性命 她受伤后已及时送往医院抢救 若没上级的暗示 胡女士不会死亡的 胡女士之死肯定是受到上级医院的指示 让她死亡 以缩小该事件对政治风波的影响 以上这些都是网友们的一些分析和判断 我们来回顾一下 看看当天事发现场的照片以及视频 这张照片显示 胡女士被刺伤后是倒在了地上 我们看不到胡女士是否有其他位置受伤 仅从照片中显示她的伤处是在肩膀的位置 如果是只伤在了肩膀的位置 胡女士是断然不可能离世的 但是问题在于中共当局从始至终 没有公布现场的录像 大陆媒体上原有的一点录像 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我是从日本媒体的报道当中找到了事发当时的录像 从录像中看 也只能看到胡女士肩膀位置的两处血屋 就是在她的右肩位置 另外中共也从来没有公布过胡女士的伤情究竟如何 也没有披露目击证人是谁 所有这些都只能通过日本媒体 我们才能查到一些信息 而且日本媒体前往医院去采访全都被拒至门外 连医生的影子都看不到 这种种诡异现象大家如何看呢 又如何看待网友的这份爆料呢 胡女士会不会是真的被中共杀人灭口了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个所谓的胡女士家属的声明 就会发现问题其实是比较大的 分析下来有七大疑团我们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第一发声明不接受捐款捐物的情况 在以往是有类似的情况 但是我们看到通常的做法是什么呢 当事的家庭一般会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出一份声明 然后有媒体愿意报道可能会在这样的基础上 进行报道提及这份声明 可是胡女士这件事我们看到是一反常态 官媒说胡女士的家属与官媒取得联系 也就是说胡女士的家属是主动去联系官媒发表这个声明的 即便是胡女士这件事很受当局重视 官媒就会随便的给发声明吗 大家怎么理解这个现象呢 这是第一大疑团 第二苏州日报发出消息之后 中共国内的大小媒体和境外的亲共媒体都在转发 一个所谓的胡有平家属的声明 竟然能引起这么多的媒体关注 而且对于发生凶案的情况 那么多的媒体并没有都报道 大家又如何看待媒体的这种反差呢 是不是上级有什么命令呢 第三苏州日报刊登的那个声明使用了双引号 也就是说双引号里面的内容显示是出自胡有平女士的家属 我们细读其中的内容 尽管有特别感谢这四个字 但是却很难感受到里面有什么真诚 甚至可以不客气的说显得有些冷漠 我们如果对别人的好心帮助表示真心感谢的时候 通常都是很真诚的一再表示谢意 言辞当中会充满这些情感 这是人之常情吗 但是这份声明除了特别感谢这个词之外 再就看不到任何的感谢的意思了 相反很冷兵的提出希望不再被打扰 只愿逝者安息 这种感觉不到温度的话是出自胡女士的家属吗 第四其中说到 相信任何有正义有爱心的人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这句话更冷冰冰的 大家有没有嗅出观味呢 在昨天中共外交部记者会上 毛宁说胡女士的行为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善良和勇敢 反映了中国人建议勇为勇于助人的精神 这两种说法怎么都让人感觉到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呢 第五声明中特别提到 如果有爱心人士想要为传递正能量捐款捐物 建议他们可以捐给各地的建议勇为精进会 胡女士的家属如果不想接受捐款捐物 直接就说我们不接受捐款捐物了就好了 用不着说这些 怎么可能会说出捐给各地的建议勇为精进会呢 第六 如果胡女士的家属确实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想法 不想接受捐款捐物 那么既然可以联系到当地的苏州日报这家官方媒体 为什么不能通过苏州日报再去联系当地的电视台呢 直接在视频中讲话在新闻中讲话 那不是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吗 为什么当地的电视台没有采访胡女士的家属呢 第七 其实胡女士的家属还可以有一种选择 而且是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的一种做法 现在是全民自媒体时代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拍视频 如果不能联系到官方电视台 而且胡女士的家属又完全想让大家知道自己的真实想法 不想接受捐款捐物 可以自己拍视频呢 在视频中告诉人们自己不想捐款捐物了 但是没有 我们综合上面这七大疑点 就不能不提出一种怀疑 苏州日报报导的那个所谓胡有平家属的声明 是不是中共官方代表胡女士家属说的呢 或者说是官方写好了声明 并且联系了苏州日报替胡女士家属发表的这个声明呢 这些只是我的一点分析 不作为事实提供给大家 但是大家怎么来看呢 我希望各位朋友可以在视频下方 我们的留言区留言来说说您对这件事的看法和观点 那下面呢我们来利用一点时间 跟大家分享朋友们的来信和此前的一些在视频下方的留言 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位朋友的来信 这个来信的内容其实是挺让人震惊的 这是一位来自北京的朋友给我发的一张截图 是一个公司一手资源招聘的信息 这上面显示招聘人数是600人 工作地点在俄罗斯境内 工作内容是非控无人机 要求是在20到40岁初中以上学历的男性 薪资税后3万起步 其中还表示会提供港前15到30天的培训 如果是退伍兵会优先录用 这位朋友在邮件中文字上写道 我们是一家北京的小型劳务公司 收到了这样一个需求 目前正在配合招聘 邮件中写道 据传上游招聘单位是国资委下属单位 也就是说这是中共的官方行为 招聘先去西安培训 在培训期间就提供上述工资 可能是信息保密原因 我们了解的信息也不全面 只是感觉非常可疑 这是北京朋友邮件中的大概内容 看这个截图的内容 我是严重怀疑 这就是中共官方在为俄罗斯招募雇佣兵 招募军人 这个薪资应该说还是真的挺诱人的 三万块钱起步 现在在中国大陆 能拿到三万块钱的寥寥无几 可是诱人薪资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死亡陷阱 到了战场就由不得自己了 所以我要劝大陆的朋友 千万别去 千万不能有这样的想法 更不能去那个战场 你去了战场可能真的就活着回不来了 大家看下面的一段视频 这是一个去了俄罗斯的中国的年轻人 自己拍的视频 也是一个雇佣兵 这个视频刚刚在网络上传出来 大家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第一T队12个人 两个战斗小组 实际上可以划分四个战斗小组 但是打相战都是头一次 也是做支援 老兵新兵过去 我跟你说 那边的阵亡率啊 就是人进入战场到 基本上你死八到十个小时 就是这么快 那边打了最少得有一个月 因为很多房间里都有尸体 我给大家发了那个视频 有些视频里面 在房间那都是有尸体的 都是吃臭味 呃 不是那种腊肉啊 就是跟那种熏的 用烟熏那种腊肉差不多 这边人体格他都是比较健壮 呃 吃了食物热量很高 所以说人胖 都是流油 有些人的那个头骨都露出来了 那是在那种街上 被暴散在房间里面还好一点 基本上每个地下室都有人 都有死人 都有牺牲了 双方都有 回来的是我 小黑还有俄罗斯人 还有一个是尼波尔人 他中了四个蛋片 小黑大腿一个 胳膊一个 那个俄罗斯人是 大腿一个 我是 被那个炮弹然后炸到房子上 然后给 半边身子给砸住了 给砸中了你知道吧 上面穿着防弹衣还好 胳膊 然后左边胳膊 应该是蛋片擦过去了 洗澡的时候他才发现 乡战很残酷 跟我想象中像乡战不一样 他妈的 我以为乡战就是 一个房子挨个房子 这边一个房子供下来 你供下个房子 你得用对讲机呼叫支援 先炮机 无人机侦查 然后炸 炸完以后 然后划分战斗小组 然后再接着去供 你供他们也供 嗯 事情很多 听了这个华人雇佣兵的讲述 大家知道这是有多危险了吧 从进入战场到死亡 只有8到10个小时的时间 给你3万块钱 就是给30万300万 你拿得到吗 所以呢 我劝大家真的千万不要往里面掺和 去了那死了就死了 不可能给你家属补偿的 所以呢 大家千万不要上当 大家也别因为这个问题 给我发邮件来询问那家公司的联系方式 您就是询问我也不会告诉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您往火坑里去跳 下面两位的朋友 在视频下方的留言 都是关于胡女士的内容 第一位朋友表示 胡有平女士是为国家牺牲的 如果让歹徒得手杀了全车的日本孩子 后果是中共政府不仅颜面扫地 日起撤离中国经济受损 甚至可能引发中日两国断交 这位朋友大概是看了前面的一些节目内容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留言 不知道看了今天的节目 这位朋友会怎么想 我想如果看了我前面的那些分析 应该就不会认为是在为国家牺牲了 因为他很可能是被灭口了 第二位朋友表示 胡女士展现了中国人见义勇为的民族精神和素质 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友善和平 帖子中写道 人类是不分国籍的 只有对任何人都展示友好平和才称得上人 盲目听信那些基层民族民粹主义的 那是荼毒人性善良的废话和谎言 是属撒旦母鬼魔的凶残术语 让我们中国人重新找回上帝造人时的良善和平本性 第三位朋友也是北京人 他是针对我前天谈的三七五路公交车这个事件写了一段话 大意是说他就住在颐和园附近 2000年以前经常坐三七五路公交车 后来有了地铁和私家车就不再乘坐三七五了 这位朋友表示三七五路不可能经过八宝山 所以他认为我那天谈的那个事件肯定是假的 首先感谢这位朋友对我的反馈 可能是我的表达上有问题 朋友在邮件中是说八宝山一带 并没有明确的说是经过八宝山 只说是经过八宝山一带 而我直接说成是经过八宝山那边 这个听起来就好像是在经过八宝山一样 这个表达上是有诧异的 所以要感谢这位朋友对我的指证 这件事究竟是真是假呢 我不是当事人 但是向我提供信息的这位朋友 我们是老关系 这位朋友不是普通的那种爆料的网友 他没必要也不可能给我说一些假消息 而且那个出现场的习善保局长 就是他朋友的父亲 这都是可以查证的 所以基于这么几点信息 我相信朋友讲给我的这件事 但是我不会强求大家也一定要相信 因为这种灵异事件它本身就争议很大 有人信自然有人就不信 不可能都不信也不可能都信 都没关系 我那天也说了 就当是给大家增加一点消遣 第四位朋友是通过我 要对大陆的人们说几句话 留言中是这么写的 大陆的人们 你们生活的艰难彼此都差不多 应该相互体谅 不要轻而易举差评 被差评忍是很痛苦的 你并不会因为他的痛苦而获利 要学会感恩彼此理解和关爱 才能获得心灵的安慰和来自社会的温暖 社会的温暖需要每一个人的奉献爱心 加油中国大陆人 祝福你们生活的更好 这位朋友的留言大概就是看了我前两天 谈的那位湖南长沙送外卖的小哥 然后有感而发的 那位湖南小哥为了及时的送达 不听交警的劝告 蹚着没过腰部的深的水 推着电动车去送餐 结果被大水给冲走了 至于那位小哥现在的情况如何 我仍然没有看到后续的消息 所以这位朋友就是针对这件事在发表感想 希望大家能够相互的包容 我觉得这是人的一个非常善良的本性 相互包容相互的体谅 每个人活着都不易 尤其是在中国大陆 在中共的统治下活着真的不易 第五位朋友 是多年关注大陆洪水的一位朋友 看了我最近关于几期大陆洪水的消息 写了一大段内容 他表示大陆年年如此多地都有 没有官员真正关心过百姓死活 更不关心人定盛天的那些水库工程 对生态破坏导致自然环境恶化 帖子中表示全世界都有下雨 绝大多数的洪水是在中国为啥 靠拍马屁得来的各地官员 哪有良心关心百姓死活 更不在乎中国生态环境 还在延续上世纪50年代人定盛天的思想 一会大链钢铁一会大建水库 大兴吞物 既浪费人民财产导致环境恶化 又导致各地每年人为泄洪导致人祸洪灾 这篇朋友写道 造成人祸洪水主因都是一样的 冷血毒质加贪污豆腐渣加政绩工程破坏生态 帖子中写了六点 第一 各地大建水库 是因为中共官员喜欢搞工程 这样既出短期政绩又便于贪腐 第二 是中共人定盛天的指导建设了9万多座水库 包括在西藏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山河生态 这是犯罪 生态破坏了必然会加剧所谓的天灾 第三 是中共官员冷血人为泄洪 汛漆加泄洪就是人祸洪灾 中共官员罔顾人命 大小官员都不在乎百姓生命 才会无预警泄洪或者持预警导致人祸洪水 第四 是中共官员的贪私 各地官员霸占水库资源搞旅游 所以非汛气蓄水汛气泄洪倒行逆时 第五 中共官员不重视生命 保大坝不保民生 为了保乌纱帽 大坝若坏了将被撤职 百姓死了上级不会问责 所以不提前泄洪 故意经常偷偷在半夜泄洪以嫁祸所谓天灾 第六 排水系统劣质造假是豆腐渣工程 城市排水工程系统贪腐与造假导致大雨无法顺利排到河流 加之每次大雨来了 官方人为泄洪甚至多个水控同时泄洪 甚至偷偷泄洪必然导致所谓洪灾 这位朋友写道2021年河南所谓的洪水是人祸泄洪死亡无数 官方说不足百人罹难 但事实上全河南省及周边 估计有数万冤死 不久山西与南邦等地发生人祸洪水 消息也被全部屏蔽 同样死亡人数被保密 去年河北人祸洪水也很惨 70年板桥水库人祸洪灾 邓小平打桥牌不管 一夜淹死25万人 帖子中写道 无论是工程腐败还是半夜泄洪 无预警泄洪或者是迟预警泄洪 这都是杀人 需要被严惩 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位 中国广东的医学博士的来信 这位朋友其实是向我寻求帮助的 但是他也讲了他的一些经历 我这里也想分享给大家 也算是帮助这位朋友来传播一下信息吧 这位朋友年龄不大 父辈勿农 民国时期他的家庭是所谓的地主家庭 祖父曾经在县政府做书记员 就因为这个在红卫兵时期 他的祖父惨遭虐待 被吊在树上几天不给吃喝 在言行逼供之下 他的祖父被迫认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这位朋友本人喜欢读历史 高中时候学会翻墙 看到了很多被中共歪曲的真相 在求学的过程当中 硕士是靠着自己写文章被勉强的保研了 到了读博士阶段 虽然各方面都是前三名 但是因为有导师的女儿在竞争 因此就把这位朋友也给筛掉了 硕士毕业的时候 这位朋友想留在广州医药大学任教 但是学校表示需要博士才行 等到熬到博士毕业了 学校又说必须得博士后 这位朋友最终是放弃了读博士后 去了江门的某三甲医院的肺病科工作 赶上了2020年疫情严重阶段 这个科室里面到处都是堆放的尸体 他这个科室有9个医生 值班只安排一个医生三个护士 平常一些简单的病 也是为了科室业绩大搞特搞 为了骗取社保更是过度治疗 开一些药给患者 当时高强度的工作让人没有办法忍受 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休息日还得被强迫的去社区测核酸 最初去的阶段薪水只有3800块钱 半年之后才涨到4800元 这位朋友自己说属于五类博士人才 当初去的时候医院承诺给30万元的人才费 可是工作半年了一直不发放 再加上其他一些不如意就辞去了医院的工作 现在是在一所大学里面任教 但是大学制定了一系列的独裁政策 合同期五年没有达到国清或者省三篇课题 学校单方面辞退 而且月薪只有5000多 说好的防补也不给兑现 因此这位朋友感觉的压力很大 同样是想辞职 他想逃离 想逃离中国 希望我能够帮助他 如果有台湾或者美国这样合适的中医药大学 他说或者是一流的医院平台可以推荐给他 他把一些证书发到了邮件里面 我也一并展示给大家来看一看 其实我也只能够通过节目当中 把他的信息给传播一下 只能帮到这些 因为我们有医学方面的资源 假如说观众朋友当中有哪位朋友可以帮忙的话 那么大家或许可以联系我 给我发邮件 然后我把您的邮件转发一下 传递一下讯息 这倒是可以的 那好 这位朋友的邮件内容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我是祝愿这位朋友能够如愿以偿 好了 观众朋友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一定不要忘记点赞留言订阅加按小铃铛 有很多朋友给我留言 表示订阅了我的频道之后 突然间莫名其妙的发现被取消订阅了 如果是这种情况 那么您就再点赞一次 再订阅一下 以免再出现被莫名其妙的退订情况 还有大家如果愿意支持我的话 视频下方有卷款链接 大家可以对我进行直接的资助 或者是订阅我的会员节目 都是可以的 那么最后呢 我再提醒大家 蓝莓油品是我长期合作的伙伴 里面有很多种非常好的商品 包括真黑染发护发乳 亚宝勒芽粉等等这些NATROMIA的系列 我敢保证所有的商品都是正品保真的 价格是全网最低 我希望大家把这个网址保存下来 大家购物会方便也放心 那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 咱们周一再会